大家好,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 就在12月3号的时候,在网上公布了一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 这是李亚鹏和他 和他新的女朋友的照片 当然了,这并不是他公认的恋情 而是说,这张照片很多人怀疑是他的新女朋友 是被记者偷拍到的 我就感觉特别的奇怪 为什么明星当中对恋情、爱情这方面的八卦新闻都特别的多 当然大家都知道李亚鹏的前妻王菲 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是跟他谢天风 谢天风也就是婚姻就分开了 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一起,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的闲,那么的无聊 只要人家是男女关系的新闻 或者是关于爱情的事情,就特别的引人注意 而且在我前面放的那张照片之前 说的就是李亚鹏的新女朋友 酷氏王菲 什么叫酷氏?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相似 说李亚鹏找的女朋友就是依照的王菲的模样 就是依葫芬画条来找的 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 那他何必还要离婚呢? 何必直接跟王菲一直白头斜了 勇于爱和 那不是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吗? 可是现在五六新闻,八个新闻,真是太多太多了 很多人都是吃的饱了,没事干,闲着蛋疼 就拿这些事情来做,茶余饭后分享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现在只要是某个大明星的 你说他做了什么公益合同或者捐赠的什么钱 都没有人直接管啊 像他有一个新的女王妖 或者是有什么感情 特别是男女关系的感情之间 一旦发生了一点事件 就一大堆人,一大堆人去管住 所以我做这期的节目就想 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关心明星的男女八卦新闻呢? 要是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就说到这儿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可别忘了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